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今天是2021年的7月4號 我們今天打算要來插支澳洲茶樹的枝條 還有順便把澳洲茶樹的種子也拿來播種測試 測試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戒指 我這底下原本是插支方向萬壽局的一個戒指 我們曾經插支 拍過插支影片的影片放右上角 給各位參考 我們當時插的那些方向萬壽局呢 插到最後只有一支成功 其他的呢 因為我放在樓下一樓的位置 有一些被毛毛蟲咬 有一些被蝸牛咬 結果我最後只剩下一支存活 後來我爸移到天台去了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插支的話 這個方向萬壽局的朋友 你要注意一下 會有這些蟲害的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當時插支這盆戒指 我們把距離拉幾點 來看一看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戒指呢 上面看到一個白白的 這個是草木灰 我們燒這個樹皮啊 木屑啊 剩下的這個灰渣 叫做草木灰 那底下呢 就是我們之前我們插支拍過的影片 底下我們沒看過的朋友就往前看 那底下都是木屑啊 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那木屑呢 有一些都已經開始 你看到變成不像是深木屑的顏色 開始變褐色 來看一下 我放一些深木屑過來 深木屑的顏色是像這樣子 偏白色 不會比較深 就是像棕色的樣子 這個是深木屑 舊的木屑 那你現在看呢 我為什麼要 屍體順便做肥料 為什麼我要放這些草木灰在上面 首先呢 這個草木灰呢 你要知道草木灰它本身有 這個豐富的鉀質 鉀離子 鉀元素 這個鉀呢 除了鉀呢 還有很多微量元素在 這個因為這些 因為經過火化之後呢 剩下的都是礦物質 植物的礦物質在上面 但是鉀的成分很高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可以拿去做植物的一個鉀肥 增加植物的水果的甜分用的 也有人拿去做開根 植物開根 因為等一下呢 我們要插枝嘛 所以我在猜 理論上應該是適合開根 所以呢 我就先放了一些草木灰在上面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鋪一層木屑 然後讓它整個鉀質呢 噴濕 然後再試這個擦枝 然後順便把一些種子撒上去呢 我們來測試看看呢 會不會成功啦 因為我說實在的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插枝過這個茶樹 澳洲茶樹 那我想要插枝 種這個澳洲茶樹的用意呢 是因為它本身有香氣 有一種 我說過我本身很喜歡種那種香草類的植物 但是澳洲茶樹它是屬於樹 很大顆 那它本身呢 也會釋放出微微的那種氣味 這個氣味呢 可以驅蟲 我們只是很好奇看看說 能打到什麼程度 再在這個澳洲茶樹呢 又本身比較耐旱 所以呢 我想試著 看看能不能種在天台 所以呢 在這之前呢 我就必須先 要把它插火嘛 插火我才有這種 我才可以去做實驗嘛 所以我們要先插枝 播種 等一下我會再帶大家看一下整個過程 我們先把這個戒指 處理好一下 我們來 放 表面呢 你看這有個洞呢 就是當時有一個 插火的這個 方向萬手舉 我移走了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洞 結果那一批就插火一隻 其他都被毛毛蟲啦 又那個蝸牛啦 搞死掉 所以我們插枝 為什麼 我會知道這些問題 因為 我相信我碰到的問題 一般人 只要是一般人都會碰到 所以我們常常拍影片呢 就跟你講這些 不是 我們拍影片呢 並不是說我們很專業 是 我們都有碰過這些問題 讓你知道一下 那OK 我們現在就準備 我們去準備來去插枝 好 我們準備好了呢 我們就先看一下這個澳洲茶樹的種子 澳洲茶樹種子它非常的小 它的果實 果頰很小 好 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倒出來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 灑在這個戒指上 那會長到哪裡 我也不知道 喔 有的種子掉出來了 啊 不管啦 不管它 給大家看一下 這種子呢 不知道這是果頰 果頰裡面呢 還有很多的小種子 它種子啊 裡頭啊 大概跟 比沙子還要小一點點 真的很小 所以呢 我沒有 我就不把它給打開來給你看了 因為打開來看 你也看不到 我如果沒有圍記鏡頭拍 你可能看不出來 因為它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我們就直接整顆 把它撒在這個表面上 因為到時候呢 這個種子呢 它會 浇水的過程中呢 它會 跑到 戒指裡 木屑裡面 到時候呢 保濕的時候呢 它就自然會發芽 理論上 說實在的 我從來沒種過 我剛剛前面講過 我從來沒有種過 澳洲茶樹的種子 也沒有叉枝過 所以 怎麼只是好玩 到時候去看看能不能順利成功 那這個呢 今天我從 剛帶回來的 從苗栗帶回來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拆開來 新鮮的 我們家苗栗 那邊的茶樹呢 長了三米高 三四米高 才採了一些枝條 那這個枝條呢 要怎麼插呢 網路上的說法說 大概取個十公分 插下去 十公分 那我們就試著吧 我這樣子比叫十五公分 那我們用十五公分好了 剪個十五公分 插下去 因為你插下去需要 會插 斷掉 尷尬的尷尬的 真是有趣啊 插下去 我看我應該 我覺得 我應該插出枝的 那個枝條太細插下去 說斷掉 搞笑 我來插插看 試試看 我們剛剛 剛剛底下木屑是舊木屑 所以呢 會有一點硬 戒指有點硬 蚊子蚊子蚊子 搓死你搓死你 敢咬我 那這邊呢 空心的 比較好插 試試看 我們總是要嘗試 這麼長啊 哇 這樣子 能活嗎 要插 其實我們插枝 比較建議 留一小節在外面 比較安全點 所以呢 不能保證這樣一定可以成功 我只說不能保證 因為我也沒有試過 很好奇 嘗試 嘗試 看看能不能插枝成功 這一支這麼多 我要全插嗎 全插我自己都覺得很傷腦筋 插那麼多幹嘛 但是插枝這種東西 又沒有百分之百一定會成功 真的是 搞笑搞笑 不管了 我們嘗試一下 總是要嘗試 那就 多插一點好不好 為了不要讓它太多葉子 那就剪掉一些好了 剪掉剪掉 嘗試 人總是要嘗試過後才會知道結果 沒有試過怎麼會知道 好 有的是長一點的 有的是短的 比較過後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OK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 先做紀錄 到時候呢我會放在太陽曬不到的位置 然後呢保濕膠水 那我們今天插枝的時間點是在夏天 那夏天插枝能不能火呢 如果夏天插的火 基本上 其他季節應該也可以插的火 所以呢我們就 試試看 我不能跟你保證說一定會成功 只能說試試看 因為我說過我沒有插枝過 這個 澳洲茶樹的經驗 我只是想要嘗試嘗試而已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未來有興趣的朋友呢 參考看看就好 等我成功了 你再學 感謝收看 再會